我们看到今天第一个 伯努力试验它的样本空间就只有两种 一个是成功就是1 失败就是0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R软体里面的sample 来做伯努力试验 那它的sample的对象是0到1 0或1 那我这边呢是用10次取 就是做10次伯努力试验 然后呢取后 取后范围 然后几率是0.5、0.5 所以它是一个公平的铜板 那这边呢 如果我们不指定几率 其实它的预设就是0.5、0.5 就是平均的 那有时候我们可以取不平均的 比如说生男生女这件事情 在生物学上有一个很奇特的线上 就是男生的出生率一直比女生多 男生出生率通常是0.5几 女生是0.4几 所以其实在生物学上面就有这种倾向 那在这里呢 我们一样取十次 但是呢 它的几率不一样 你会看到它的序列出现 通常0会比较少 1会比较多 但是以这个倾向而言还不是很明显 如果我们用0.9、0.1就会看得很明显 这边试一次 我们试一次 0.1 1是0.9 成功0.9的话 你会看到 以这个序列而言 它有八次成功 两次失败 偏移不是很大 那这个是伯努力试验 很容易做 用R非常容易做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怎么样用R来做二项分布 R做二项分布呢 你可以直接算 传参数给它 它的函数叫BINOM 就是BINOM 就是BINOMIAL DISTRIBUTION BINOMIAL二项分布的意思 那第一的话呢 就是指它的几率密度函数 所以是二项分布的几率密度函数 那你要使用这个函数之前 请你可以先查一下 你先查一下 DBINOM 你会看到说 它的用法 第二个参数是大小 第三个参数是几率 OK 所以呢 我们这边第二个参数会是大小 大小 第三个参数是几率 那第一个参数是什么呢 就是 第一个参数是 那个二项分布里面的 到底是几次成功 几次成功 第一个参数就是几次成功的意思 好 所以呢 我们这边写 DBINOMIAL 13 0.53 就是说 在成功几率0.53的情况之下 这有点小 好 在成功几率0.53的情况之下 我总共投三次 那有一次成功的机会是多少 我们试验一下 成功几率0.53的情况之下 总共投三次有一次成功的机会 是0.351231 好 各位觉得这是怎么算出来 你把二项分布的公式套进去 就可以算得出来 二项分布的公式是什么 C C在R里面叫Choose Choose 3取1 OK C恩取K 然后呢 谁的K次方 0.53的 K次方 现在K次方 再乘以0.47 OK OK 2 3-1次方 OK 这里要加乘 很好 好 是不是两个一样 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一样 OK 所以 它其实二项分布只不过就是这个公式 D BINOM就是这个公式 好 我把它贴上去 各位稍微做一下试验 好 各位做一下试验 了解一下怎么样用R来模拟这种几率模型 先从二项分布开始 应该说先从波努力实验开始 再来进到二项分布 先从二项分布 再来一次